本节目有北欧豪华旗舰型轿车 乌尔沃S90独家冠名播出 这一期众生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的动画导演辛海成 辛海成导演前不久也是刚刚写自己的新作《灵牙之旅》登陆中国 而《灵牙之旅》更是刷新了他在中国的票房记录 之前在他的作品当中我们看到了太多次关于爱情美好的样子 而这一次在《纯爱》背后我们看到了辛海成更多关于现实的客观表达 在去往柏林电影节参赛之前 辛海成导演特意抽出了宝贵的时间接受了我们的邀约 和蔡康永先生进行了一场非常有趣的谈话 《灵牙之旅》是一个非常热血的抽象的概念 辛海成导演的电影《灵牙之旅》 可以被定义为是一个在灾难之中得到了情感启蒙的故事 爱情打开了一个人的信心以后 这个人的信心爆发到了一个灿烂的程度 会需要用拯救世界来符合这个灿烂的高度 所以主角呢 他的内心被打开这个开关以后 他相信了整个宇宙都跟他有关 这是爱情的魔力 有一天他会知道爱情是不是真的是这么回事 起码在故事里面我们看到 他被赋予了这样的信心 在一个所谓有历史的都市里面 讲故事的人呢 会觉得这些故事的来源 可能就是都市的某一个角落 长久以来的一个传说 辛海成的电影里头 很多传说是住在日本的人 住在东京的人能够看一眼就知道 他发现在哪里吗 《玉茶水》大家还是很知道的 《灵牙之理》就是那个《玉茶水之战》 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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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喜欢辛海孟先生的作品 全部看过了 感动的作品是 船长开忍 桑看忍 桑胎さんが 《吓是不说》 desire住在海 cloth booth 最后には 最后 pickация 蜀が 小サイコールに 小サイコールの 蜀に 椅子温满地 施子を渡したシーン 镇 Attack 本を填るじゃないですか 蜀ちゃんが そこで 3月11日っていう 東日本大震災 そこから 日記が黒GE 成果到 だから 所以我认识到这样的事 我感到感到 我以前看星凯成的电影的时候 都觉得这个人怎么了 你看宫崎俊的动画 就觉得说神隐少女也好 龙猫也好 那些人所搏斗的那个生命的状态 是我也挺熟悉的生命的状态 轮到看星凯成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这些人很受苦 可是怎么他搏斗的那个东西 是我非常不熟悉的东西 我做一个观众跟星凯成的作品不亲近 可是我对这个创作者 还是充满了好奇 我觉得能够做出一个 让我感觉寂寞生 可是又会受到震撼的作品的人 是很值得了解的 声音是我们表达的第一反应 而众生又是一个什么声音 众生是要带着你去倾听 去理解 去找到人生的重量 寻找内心的调平 让我们沉静下来 而能继续向前 这次我将邀请多位我敬爱的人物 透过他们的声音来探索 人生极致的无形力量 本节目由北欧豪华旗舰型轿车 沃尔沃S90 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 很多人看星海城的电影 都被当中景色的美丽 给深深的感动 根据导演自己的描述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 开始就会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从大自然的风景上得到很多的安慰 是不是新海城导演在对 曾经安慰他的大自然 做出一种报答的 报恩的这一种感谢的行为呢 そうですね 確かに僕は田舎で育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山上の方の山の間にある すごく小さな町で育ちました その時の僕にとっては 空が映画のスクリーンみたいな感じだったんですよね 空を眺めるのが好きな子供でした とても田舎だったので なんていうか 空の色がどんどん変わっていくんです 空を1時間2時間見てると どんどん空の色が変わっていって 雲の形が変わって 日が沈んで星が出てくる それが僕にとっては 映画であったりとか エンターテイメントのような感覚があって たくさんのものを田舎での生活で その風景からもらいました また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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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たね